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那么现在先来关心一些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 报报 重点新闻 政府扩大公共运输补贴 北北基陶 中张头以及南高平三大生活圈的通勤月票 预计在七月上路 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天首度公开月票卡版面 兼具美学与质感 民众六月中旬就可以买得到 COVID-19将在5月1号防疫降阶 教育部宣布 5月20 21号举办的国中教育会考 将配合调整防疫措施 开放家长陪考 中重症考生也开放应试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解编以及COVID-19 从法定传染病第五类改为第四类 国中教育会考也将回归疫情前 相较日前宣布的措施有三项调整 首先是开放考生自主佩戴口罩 不再要求全程佩戴 但考生要自己准备口罩 而进入考场医护站的人员仍要戴好戴满 第二项措施是开放家长陪考 但教育部呼吁家长遵守考场指示 共同维护秩序与整洁 提供考生良好应试环境 第三项措施是取消COVID-19筛减阳性 以及中重症考生应试资格限制 教育部指出 中重症考生若有调整到备用市场 或医疗场所应试的需求 可依照突发伤病 以及怀孕考生应考服务提出申请 考区事务会受理并同意后 将是考生情况安置在备用市场应试 未经许可供应试 梦ым的新规本 也就视频做死越重 梦环境只删至伞隐 梦环境的心肝 我痛一旦看到无遇 梦环境的心肝 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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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人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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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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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